今天我们继续来修三星的硬盘 这名机组大概是在半年前的时候联系我的 说是怀疑主控旁边这一个元件歪掉了 然后才导致这个硬盘不识别的 但是我还问了一下这一块硬盘有没有摔过 说是没有 拿起来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接着我又问了一下 它是不是在其他地方维修过 也被当场否认了 所以给它报了一个价格 直到半年以后这一块盘终于到了我的手上 这是一个T品牌机器 X1型号的原状SSD 有一次突然无法启动 然后就不认盘了 放了四五个月 它还是希望我能帮它恢复一下里面的资料 但是这一块硬盘我检查过一遍以后 发现非常的奇怪 除了原先这里歪掉的元件以外 贴纸下面这里还少了一个元件 这个应该是一颗电容 所以我又问了一下这名机组 回答也是没有动过 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 这个盘很有可能是遇到暴力快递才导致损坏的 于是我又把快递盒全部给它翻了一遍 里面还是没有找到这个丢失的元件 难道凭空消失了 经常看我视频的网友应该知道 我这边一直都是以理服人的 只要谈判方式妥当 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最后在我的三寸不烂之蛇询问下 最终还是确认了硬盘确实是修过的 这并不是我在逼供啊 因为之前有些网友找我修硬盘 拍的是一个没有维修过的硬盘照片给我 而等我拿到手后又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这里是特别害怕这种情况 万一是快递损坏的 我还要去找快递公司赔偿呢 回归正题 当接盘侠并不丢脸啊 毕竟上家都没有修好 放到我这里 无非就是再碰一次运气而已 但是也不排除有邪于翻身的概率啊 其实只要把硬盘故障以及故障以后 这个硬盘做过哪些操作的步骤描述清楚 做这种恶修盘 我反而是更轻松的 就像医生要看病例一样啊 现在问题弄清楚了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它的上电电流有多少 这个硬盘上电电流 感觉还行啊 电流可以跑上来啊 并且有点猛 另外我还检查了一下这块主板 中间这里好像有一点现象凹陷的痕迹啊 反正就是那么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在这里啊 不知道大家从这个一个角度 能不能看清楚 另外我还发现主控接口这里有123 这边三个偶合电容也已经没有了 料板这边我已经给它准备好了 先让我把这些掉件的地方给它补一下 下面这一个是绿波电容啊 电源的绿波电容暂时先忽略 我们先把这些信号相关的电容给它补全 最左边的这一颗直接给它扶正一下 然后再补上接口这三颗 从料板上面拆 电容补完硬盘上机 依旧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直接短接看一下吧 短接的情况也是一样啊 上面入模式都没有出来 虽然这一块盘外观看起来比较正常 但是当我把透视挂打开的时候 就可以发现它的异常了 电源芯片这里直接白热化了 虽然说正常工作的电源芯片 它也会发烫 但是绝对不可能这么烫的 这么看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这一个芯片它就是黑乎乎的一片 但是只要当我们把料板放在一起 进行对比的时候就可以发现 这一块盘上面的电源芯片 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向右下角倾斜的痕迹的 放大以后还可以看到它在口吐白沫 经常网购的网友应该会有所体会 当卖家那边包装做的不够严谨 再加上遇到暴力快递的时候 收到的货物往往是会东倒西歪的 就像我今天遇到的这一个电源芯片一样 因此解决方案也很简单 第一种就是直接给它辅正 第二种就是按照正确的知识 从料板上面扣一个给它贴回去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第二种方案 因为我刚才已经给这一个盘来回通了几次电了 这一个电源芯片坏掉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况且我手上也有料板 总得消化一下这个库存的 先把它原来的电源芯片撸下来 然后再清理一下这个焊盘 再把从料板上面拆下来的这一个电源芯片给它装回去 电源芯片换完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啊 这个短接都识别不到 然后我又在这一块主板上面量啊量 直到量到这一颗金振的时候 我发现它已经变成一条直线了 像这种变成一条直线的 要么是主控挂了 要么就是这个金振还有问题 再给它换一个金振吧 如果换完金振以后还是没有反应 我会直接选择放弃啊 这并不是我在摆烂呢 大家懂的都懂嘛 有些事情还是得借助时光机才能解决 问题是我这里没有啊 金振我已经给它拆下来了 直接换掉 金振换完硬盘已经卖动回来了 看来这个主控并没有挂 如果这个盘还是不认盘的话 那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再往下搬颗粒或者是主控这些 都是没有意义的 直接连击看看吧 如果它还是不行的话 只能让这名网友继续去找接盘侠了 出来了出来了 终于不容易啊 下面一堆Bitlock分区 味道对了就是T品牌的味道啊 维修路上充满坎坷 虽然今天看起来没有翻车啊 但实际上有没有翻车 还要等当事人一声令下 当时我还问了一下这名网友 有没有这一块硬盘的恢复密钥 他还反问了我一句能不能解开 我在这里统一回复一下大家 Bitlock我是真的解不了啊 而且也不能破解 如果真能解的话 我早就被微软高薪应聘了 肯定不会坐在这里一边打螺丝 一边水视频的 这一块硬盘拿起来就能坏这么多地方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力初奇迹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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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